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呢 开始介绍的是 几排水场战工程施工 几排水 是我们这本书中 应该说性价比 是最高的 为什么呢 篇幅不多 但是每年 都会有阿力分值设计 最主要的分值 就是在 几排水场战工程施工 是这里边 教材上面的知识点 有的是教材当中 题集 但是没有展开 会考到 但是也不要担心 考的都是一些 常识的内容 那么在整个几排水场战工程施工中 最重要的 知识点 其实是我们第一部分 叫现胶运营 混凝土水池的施工 至于我们的装配式水池 考试 考吗 基本上不去考阿力皮 所以可以说给它弱化 而我们满水实验 是仅次于 现胶混凝土水池施工的一个点 也是阿力从12年 15年 17年 2020年 考过 陈景呢 是2018年 2019年 考试算是设计 18年广东卷 2019年 30分阿力 有一半 是考 顶管 有一部分呢 是在考 陈景 还有一个呢 是水池施工中的 抗扶措施 这个水池 抗扶 应该说 是考试 它会结合着 鸡坑的 与鸡施工 进行考核 所以说啊 整个的我们这个五节啊 这个五节当中的内容 真正的性价比比较低的 就是第二部分 装配式啊 这个运力混凝土水池 除此之外啊 第一 第三 第四 第五 都是需要我们重点投入时间精力 当然说 最主要的是第一节 那第一节 主要的钢筋 磨板 混凝土啊 这些知识都在这有介绍 我们呢 先依据的教材 进行介绍 并且呢 会进行适度的展开 但是 光是依据教材 这能不能应对考试 绝对不能 所以说 大家注意 你先熟悉教材 毕竟我们这是基础课 是针对教材的 后期我们还会有面授课 面授课当中 对于我们现交的运力混凝土水池 这个结构工程 还会重点的进行介绍 还会整个找出教材当中 它是描述 但没有展开 以及教材在其他章节 那些可考点 怎么会融合到我们现交水池当中 所以那个时候是针对着考试 按照施工工序 详解 而现在 还是按照教材当中的这个知识 进行展开 好 对于我们第一节 现交运力混凝土水池施工技术 曾经啊 就这些知识点都考核过 施工方案 那么施工方案都包括什么 2010年当时考试考到的 这方案包括什么基础处理 结构形式 材料与配具 施工工艺及流程 模板及其支架设计 包括我们的设计 验算 钢筋的加工 安装混凝土的施工 预应力施工等主要内容 这个都考过 大家要注意啊 现在这种点 他不爱考了 但是呢 流程 他开始喜欢考出来 而且一定注意啊 他绝不是考教材原文 比如2018年啊 比如2018年啊 这个整体现交 我们钢筋混凝土 磁体结构的施工流程 它是结合着 整个基坑开挖 支护 结构施工 并且啊 拆除支撑等 融合在一起进行考核 这里边就不是单纯的一个水池施工 所以一定记住考试永远要结合的案例背景 教材的知识 你不去记一记能行吗 肯定不行 光去记啊 去背能通过这考试吗 如果不会用 肯定不行 我们说过 适当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是你用你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是考核你的这个能力 当然记忆也是能力的一种 但是它仅仅是其中的一项 不能说会记了一点东西 一点不会用 固定没法通过这个考试 毕竟选择题 它只有四分之一 我们真要想通过这个考试 那按例题 我们怎么着也尽量别拉后腿 按例题120分 你如果真正的能够达到它的三分之二 那选择题16分 咱们也是没问题能够达到 但按例题如果达不到70分 只能靠选择题去弥补 这个难度系数就比较大 所以说一定要抓主要的内容 抓这个按例题的内容 那么这个整个的施工流程 从开始的测量定位 然后呢 土方开挖 其实这里边如果有知乎的呢 你得是不是比如地连墙啊 打桩啊 这维护结构还要做 那么这里边土方开挖了啊 也不提有维护结构支撑的事了 假如我们这是没有放破开挖的 测量完开挖 然后地基处理 电棚施工 防水施工 这是指底板下面的防水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是每个水池都有外防水的 不是每个水池都设置 有水池设外防水 也有很多的实体是不设外防水 哪个设外防水或不设外防水 根据案例 然后就是我们的底板的焦柱 然后呢 池壁及柱的焦柱 水池里边有柱子啊 那么柱子跟池壁同步施工啊 或者里边的柱子先施工 如果里边有隔墙啊 正常的是那里边的隔墙 可以先去做 而外边的外侧的这围墙 后座 2021年2年考试考到 写了吗 没写 常识啊 你里边的柱子 如果外边侧墙都做了 你在做里边隔墙柱子 是不是施工啊 物料运输啊 各种施工比较麻烦 先做里边后坐外边 然后顶板进行施工 当然这个池壁啊 顶板施工 有绑筋有脂膜有胶柱有养护 有的还要有支架等等啊 咱们得知道 后面功能性实验 当然功能性实验之后啊 有的坐外防水在回填等等 它没有写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个现胶水池啊 现胶水池呢 有的是有顶板 有的是没有顶板 好 后面是测量 我们注意要测量放线 开始干什么呀 放线之后开始准备 开挖了啊 挖我们的机坑 挖完机坑之后呢 开始机底要研槽处理 机底没问题 直接的啊 做垫棚 有问题 要机底进行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干什么 开始焦住 垫棚 垫棚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是外防水 底板下面的防水 因为外防水是把整个结构给包起来 这个不一定就是水池 你比如地铁车站 这个必须都要做外防水 只要里边没水的 地下结构 一般都要做外防水 好 然后呢 就是叫底板 及部分侧墙 因为我们的施工份 不是在底板和侧墙拐角位置 是怎么呢 是离我们底板以上 一般不小于200毫米 有叶角 叶角以上不少于200毫米 然后中间啊 立柱或隔墙可以先做 当然也有特殊立柱 我就是侧墙做完了再做 但是真正让写工具 到底谁先做 里边的先做 啊 然后 克墙再做 然后顶板施工 然后要做外防水 当然如果说你要有买水实验 那你就买水实验之后 做外防水 最后进行回填 这是我们的一个全县交水池 它的施工的工艺流程 咱们得知道 单元组合水池 这个前面教材就写了单元组合水池 那么单元组合水池 这个一般就是浮流式啊 这种水池 你就记住 这单元组合水池 不要再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有很多人总是纠结 这短文一回事啊 咱们就看一看 好 也是一样啊 放线 开挖 啊 地基 处理 然后呢 做中间支柱这个焦度 啊 浮流制啊 这是浸土水的 然后呢 进行我们池内的防顺层的这个施工 然后 就是我们焦度整个池底的混凝土的垫层 那么垫层做完了 这个时候一定注意啊 池内防水层的施工 在做什么 记住 这叫池壁的分块焦度 这个池壁是什么情况 是一个倒梯形啊 是一个倒梯形 那为什么倒梯形啊 将来 我们的底板就压在这个倒梯形的这个抗压板上啊 不许要底板是在我们的整个倒梯形的池底之后进行焦度 直接压在这上面 外边将来 这也叫抗压板直接 外托抗压板直接压上 好 所以还有我们的真正的单元组合水池 为什么先做池壁 后做底板 因为我们单元组合水池 你的底板和池壁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 虽然池底也是分块焦度 池壁也是分块焦度 但是池底和池壁它不连接 不连接是池底压着地板 将来上面有水压着 对侧壁有压力 对底板有压力 这个侧壁想往外去倒的时候 会发现啊 这牢牢的压住这个抗压板 它就动不了 起到这个木 然后 我们再进行啊 后期的回填等等 不要把它作为重点 这回过来 你再去看我们的整个 呃 持壁板和我们的底板 这就觉得不陌生了啊 壁板与地板之间 橡胶止水袋 底板与底板之间啊 我们的整个欠缝啊 呃 这个知识点到今天 你了解完够了 不要再投入任何的时间和精力 有人总是不理解 为什么不再投入 主要的原因考试 他根本不是考证 还是考现交水池 好 这就是浮流式的啊 什么中心进水浮流式啊 向心浮流式的陈边池啊 我们真正的精力都要放到现交混凝土水池 不是我们单元组合 也不是装配式 那么这个现交的混凝土水池 这里边施工技术要点开始 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点 当然这里边没有包含全部 有的地方教材没有写的特别到位 我们先将教材当中写的内容 给他进行梳理 好 第一个叫模板支架的施工 啊 模板及其支架 这应该满足交度混凝土时的 承载能力 刚度 稳定性要求 且应该安装牢固 这句话其实是 GD50141-2008 那水池模板支架的主控项目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考点 而且后边综合管廊 也对这句话反复提议 第二啊 这里边写的好多呀 案例的重要点 这个点我们要一句一句的去解读啊 钢模板安装前应该抛光 除锈并涂刷隔离剂 好 这个为什么要抛光除锈 涂隔离剂呢 就是将来让混凝土 与钢模板之间 不至于粘连 不至于拆模 把混凝土 拆掉啊 粘下来 所以才要这么做 各部位模板安装位置正确 拼分紧密 不漏浆啊 这是常识的要求 那对拉螺酸垫块 安装牢固 好 对拉螺酸垫块 我们都会一一介绍 模板上的预埋件 预留孔洞啊 穿枪套管也应该安装牢固 这是结构施工中 有埋件啊 有穿枪管都得安装牢固 位置准确 而你的穿枪管的直径 应至少比管道的直径力 大上五公分 因为你穿枪管 是消毒在混凝土中啊 穿枪管的套管啊 是交度在混凝土中 将来输送介质的管道 从这管里边走 它是柔的 跟那个整个结构是柔性连接 用打口的方式啊 所以它得有一定的间隙 在管道穿过套管后 套管与管道间隙 应该进行防水处理 后边在安装实地的最下面一层模板的时候 应在适当位置应该预留清扫杂物的窗口 消毒混凝土前 将模板内部清扫干净 检验合格 再将这窗口封立 后面我们这有清扫口 而且这个知识点 在我们的20 当时是2011年吧 考试就已经考到过 好 这就是穿墙管 穿墙管 一定给我们的将来正规的输送介质管道 从这穿过 得保证一定的间隙 将来进行防水 进行易风 这是一个柔性的连接 穿墙管 不输送介质 是通过我们的输送介质的真正的管道 好 模板 钢模板 也好 木模板也罢 一定抛光 除锈 涂刷隔离剂 否则拆模的时候会把混凝土粘下来 好 穿墙套管 这就是我们的穿墙套管 那么穿墙套管 考试 好点在哪 考试 是这个穿墙套管 直径只要大于300毫米 那对应位置 钢筋截断 有人说书上哪写了 没写 考试考过 所以说直径只要大于300毫米 这个穿墙套管 穿墙的时候会把对应位置钢筋给它截断 截断钢筋后 对断筋的位置进行我们的加固补墙 啊 断筋位置需要加固补墙 穿墙套管的第二个知识点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识点 穿墙管 一定要焊 直水环 否则 那混凝土跟穿墙管接触这位置 容易忘突漏水 那么有了直水环 不让水漏出来 所以必须保证直水环与我们穿墙管要连续满汉啊 连续满汉 防止漏水 这个点在我们教材上 后面章节它有一点啊 呃展示 但是没有在我们的整个水池这个章节 预留孔洞 这就是预留孔 这不是穿墙管啊 这是预留孔啊 预留孔得保证位置正确 对拉螺栓啊 固定模板的 模板是怎么固定呢 注意模板外面有方木 方木外面有钢管 那钢管呢 怎么固定 有对拉螺栓 对拉螺栓 注意啊 固定钢管 靠这叫三形扣件 然后对拉螺栓 两边这边跟这边同时拧紧 对拉螺栓拉着钢管 钢管 拉紧了方木 方木就拉紧了 顶住了模板 这就叫我们对拉螺栓 一定要知道对拉螺栓外面这金属的 叫做三形扣件 好 那么混凝土的垫块啊 这得注意 这混凝土的垫块是保证什么呀 保证你整个混凝土的保护棚的 因为我们混凝土要有保护棚啊 钢筋不能贴着模板 贴着模板不被将来漏金锈食了 好 那么这个垫块啊 如果没有放或者说间距太大 或者说绑扎不劳 或者强度太低被击碎 都会造成钢筋贴着模板 拆模就漏金 其实垫块的最主要的烤点 是漏金漏钢筋 所以垫块在我们的桥梁钢筋的那一节介绍过 叫垫块啊 应该与钢筋绑扎牢固 错开布置 位置得准确 数量得满固要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扫口 不管柱子还是侧墙 在最下面啊 这个位置都应该预留清扫杂物的窗口 等到准备焦住混凝土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整个里边用气泵 扑压机吹 把杂物吹到窗口位置 把杂物掏出来 模板这么一封密 这就完成了啊 清扫口的封堵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一见 那叫十年前考过 在口很正常 一个是清扫口 一个用什么清理 用空压机 用气泵 进行清理 因为里边 模板里边那么小的空间 人根本是进不去 只能是靠什么 靠气泵 靠空压机 进行清理 好 这是我们介绍了前面的啊 相应的知识 后面他对于咱们对拉螺栓又单独的有介绍 说采用川墙螺栓来平衡混凝土焦住 对模板的侧压力的时候 应该选用两端能够拆卸的螺栓 或在拆模板时可拔出的螺栓 拆模板可拔出的螺栓 那就预留了螺栓孔 什么时候用呢 你是水池的那颗墙 这个时候可以 或者是建筑 一面以上的外墙 可以用这种 可以拔出来的螺栓 如果是水池的外墙 地下结构 那个对拉螺栓 一般都是 只是两端能够拆卸的 这个螺栓 中间叫内杆 就留在客墙当中 外杆 拿整个拆下 这就是山形扣件啊 好 那么两端能拆卸的螺栓 这个是为什么中间留下 怕它漏水 所以中间这还要有什么呢 我们中间应加汗 止水环 而且这止水环 不宜采用圆形 应该与螺栓满汗牢固 为什么不能用圆形 想一想 这有一个圆的啊 止水片 这个螺栓也是圆的 在泻的时候反复较劲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那个整个螺栓 止水环与混凝土 这么一较进圆的 阻力就比较小 它就容易活动 那水不就有份就漏出来 如果是方形的啊 六栏的 那你这个时候在泻的时候 它不可能在里边转动 那不能在里边进行转动 那就不会有任何位移 这样比较牢固 就不至于漏水 所以这个知识点一定得知道 好 这就是我们的对拉螺栓啊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外边的啊 磨板 小龙骨 大龙骨 这个中间看的 止水环啊 然后呢 将来这是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外杆之后 这里边有黄水沙浆啊 进行抹住 那么我们这个知识点 就是2018年教材 新增的知识点 在2018年考试就考到了 在磁壁形成的螺栓锥行槽 拆呢 拆之后呢 就留下了40到50毫米深的 这个锥行槽 那么这个锥行槽 应该给用防水沙浆 给它封起来 那防水沙浆的要求 这是18年从规范 拿进来的这句话 当年考到了 这个封堵材料的要求 应该是什么 无收缩 易逆时 具有足够的强度 与磁壁混凝土颜色 一致或接近材料 进行封堵 封堵材料的要求 好 这就是在封堵留下的这个锥行孔 里边啊 有这个整个避风材料 外边就是我们的防水的沙浆 后面啊 石壁模板施工的时候啊 应设置确保墙体直顺 和防止胶度混凝土时 模板倾覆的装置 这装置是什么 没说 其实就是鞋撑 焦住混凝土时 一定要有这种鞋撑 为什么 因为混凝土焦住 你对拉罗川 只是固定了 整个固定模板啊 不至于模板 从里边的混凝土跑出来 但是整个这个墙 有可能左偏右偏 怎么办呀 有这种鞋撑 焦住混凝土时 既不能往左倒 也不能往右倒 啊 所以有这种 呃 抗寝腹的这个装置 是指 斜撑 固定在模板上的 什么预埋管的 预埋劲的安装 也应该必须牢固 位置准确 好 后边 重要的点 啊 很重要的点 安装 与顶板 就是持臂呢 与顶板连续施工的时候 那么这个安装的时候啊 持臂内模的力度 不得同时作为顶板模板的力度 持臂的支撑体系 是持臂的支撑体系 顶板的支撑体系 是顶板的支撑体系 因为持臂 它受力是水平的 顶板是垂直的 你不能有任何的相互之间的连接 不能共用 顶板支架的斜盖 或者横向连杆 不得同时 不得与持臂模板的杆劲进行连接 这里边啊 所有的支撑 斜盖 横杆 全都不能进行连接 就是持臂的 跟顶板的 没任何关系 持臂的模板 安装的时候 注意啊 你可以先安装一侧 先安装一侧 板完钢筋以后呢 分层安装另一侧模板 说或采取一次安装到顶 而分层预留 操作窗口的这个方法 这里边呢 应该说 它是一种方法 比如说侧墙跟顶板啊 要需要连续焦度 那么这个时候 那肯定侧墙的模板早就安装了 然后呢 顶板也搭支架 安模板 绑钢筋 侧墙的钢筋绑完外侧 啊 模板安装 他说了 可以安装一次绑红钢筋 安装另一侧模板 还有一种呢 采用一次安装到顶 但是呢 而分层预留操作窗口的 这个施工方法 这种呢 是指我作为特别薄力 而且特别高的这个混凝土结构 那么此时呢 我要有这个操作窗口 比如焦住混凝土 那都是从底儿往下浇 这有难度 好 整个给安装起来了 只不过呢 预留整个操作窗口 啊 这种办法 不至于让混凝土下料高度太高 分层安装模板的时候 每层层高不宜超过1米5 而分层留置窗口的层高 不宜超过3米 而水平净距不宜超过1米5 这是2021年教材 摆字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有人总问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一个规定啊 即便有原因 这也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这个数想计 还是要计定 但是实际施工中 咱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这真正的结构施工 除了他说的这种啊 内膜一次安装到顶 外边是将来在分层织膜 绑红钢筋之后分层带织膜 这种呢 是有 但是更多的一种 叫钢筋工程全部完成 然后进行合膜啊 钢筋做完 然后合膜 内外膜一起安 而这种结构 工程施工 是很多很多 甚至比我们前面 他介绍的那种工法 要多很多 但并不排除 你这种施工 你这种施工啊 尤其是在顶板和侧墙 需要连续胶筑 那当然要先织上内膜 因为只有织上内膜 我才可能搭支架 出顶板的膜板 有没有一种情况 我不是顶板跟侧墙 需要连续胶筑 我也单侧织膜 有 你比如水池 那个侧墙啊 比较薄 特别高的情况 那钢筋如果绑扎完 没有合膜 这钢筋特别不稳 容易失稳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支起单侧模板 这样让钢筋跟模板 有一个依靠啊 这也是有 但注意啊 我们这种工法 就是模板跟钢筋 谁先做这种工法 它不具有排他性 什么叫排他性 只有我这么做是对的 你不爱我这做就不对 什么叫不具备排他性呢 就是你持臂的模板 可以一次安装到顶 外侧啊 整个做绑完钢筋 再织外侧模板 也可以钢筋整个绑起来 然后进行合膜 这两种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不能因为你对就说我错 这叫什么呢 工法不具排他性 很多工法都没有排他性 过去有 现在没有了 这个在我们前面介绍的咱们导学课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当时就这么说过 好 这就是对于我们持臂啊 与顶板连续交度的时候 可以这么做啊 连续交度的时候 不连续交度 也有啊 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内膜织起来的 当然更多的是咱们的钢筋完成 再进行合膜 好 2012年当时考试啊 考的是一个水池施工 当时问的模板 钢筋 预影力金 胶筑混凝土 施加预影力 先后顺序 注意啊 内道题是一个六米的水池 不管你的强厚还是薄 像六米的这种水池 它就不至于单侧 把模板织起来再绑钢筋 啊 当然 还要考试的时候 永远不能脱离开 按理背景 呃 持臂 与这个顶板连续胶筑 典型的啊 持臂与顶板连续胶筑 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我们说的 必须内膜 先执起来 这个情况下啊 这种情况下啊 其实这个确凭 我们说的 你们这种 这种情况下